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涨特涨缺口封闭 今天他还在涨 我老早就跟你讲过了 最外情况已经过去了 上证股市 这就是本波段的最低点 台股的最低点就是11138 大涨下回的一个架构 已经俨然形成了 回档修正站在买方 这我要提供给你一个操作建议 所以呢 2月3号台股指数来到11138 三天跌掉980点 融资大减 当天我已经告诉你 这是第一次超额利润的买点 很精彩 风低沉接 涨了400多点的回档 2月10号上礼拜 来到11423 把握第二次低阶的一个时机 当天台股派通大跌189点 往上走高 卖 停利 低点会买 高点更要会卖 股票市场上操作的唯一赢家的方式 低近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把握住这样的原则 你就会无往不利啊 是不是 所以亲老师是为代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上礼拜是 执行停利嘛 那接下来 压回了200多点啊 压回了200多点啊 我告诉你 礼拜二 11642 把握第三次超额利润买点 跌的时候我告诉你要买啊 你有没有看到 结果礼拜三不是大涨109点吗 礼拜四为什么开高走低 因为来到上礼拜 我告诉你要减码的位置嘛 所以会开始震荡整理 所以整一个台股家废今天压回啊 不要怕跌啊 不要怕跌啊 今天一个台股回档修正最低点 11661 离11642还差了19点嘛 所以今天成这样 说到1000多页 亮说啊 亮说回档修正 来到相对低档 当然有些股票 你依然可以站在买方啊 逢低承接 是清老师的拿手绝火 我不会带你胡乱去追高吗 是不是 每次的高点 你才喜欢去买股票 那洗下来洗下来 后面那一大段 又跟你没有缘分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要懂得反市场操作 嗯 你自己看一下 这档平盖骨的郁金光吗 我会有没有利用 反市场的逢低承接 逢高拔挡的一个动作 来帮会员 创造出每一段的破断利润 401到608 这段最好赚超过200块钱 打下来2月10号 2月10号 按计划接回郁金光 2月10号当天给你一个策略 台股跌了189点 把握低接啊 11423嘛 没有错吧 按计划接回嘛 大盘给你方向跟策略应用啊 上礼拜的台股把握低接 郁金光接啊 接我的位置 505啊平盘以下 大盘在落 郁金光在落 我在买 你有看到吗 505接回之后四天 赚了43块钱 上礼拜四为什么要卖 上礼拜四 大盘给你一个策略 执行停利 2月10号礼拜四嘛 所以上礼拜四的郁金光 当然要卖啊 四天 43块钱落袋嘛 没有错吧 我有没有 把大盘解盘的过程 那个高低点的转折 带给会员真实个股的操作 有啊没啊 有啊没啊 什么是讲的跟做的一模一样 你之前跟过的分析师 有没有这方面的忍耐 还是他电视上讲的 跟你的操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就真的招了一个高啊 所以呢 诚信实在是我坚持跟原则 我为什么要拿出会员扣信来跟你对价 我要证明我够诚信 我要证明我够实在 所以整个郁金光 548卖 卖完之后呢 打下来来到518 差了30块钱了 把握低接时期 礼拜二 台股回了200多点嘛 第三次超的利润买点 大盘的策略啊 个股的操作啊 你有没有跟我低接 你548有跟我卖的 礼拜三的郁金光 521做接回啊 回当五天子弟啊 521做接回啊 高点卖548 差了27块钱低接啊 低进高株栽 低接的动作 你会常常看到 卿老师带领会员的 务实的风范 不是去追高 不是去追高啊 低接的原则性嘛 低风险的操作啊 利润我一档一档的带给你啊 现买现赚10块钱 收531 礼拜是昨天来到553 两天31块钱 今天运金光呢 来到556 521到556 35块钱了 两阶段 累积的报酬率到今天为止 几块钱 78 78 买一个直张78万 买一个无章 也有39万 这是什么行情 这是遇到非经济性的 疫情的利空 所给你的 你敢低接的 大行情 市场上普遍人不敢这样操作 你今天目前还是担心嘛 疫情如何如何的冲击 是不是 担心 日本有什么案例 韩国有什么案例 大陆的疫情发展 还是国内的疫情发展吗 我现在还需要跟你谈论 武汉肺炎对股市的影响吗 再听一次 最坏情况已经过去了 1138就是本波段的最低点 所以整个运金光 敢低接的 你所看到的是 低风险高额的报酬率吗 两阶段 78 但是还是要提醒你 不要乱追高我的股票 不要每次股票冲上去了 你短线上按捺不住了 去追那个短线的高点 那我也没办法 就如同 这两个位置嘛 对 你为什么要去追这个高点 为什么 去想一想 你为什么会成为市场上的出家 如果想不出原因 直接加入青岡三行列 我帮你导正你错误的方向 我给你最漂亮的指导策略 这样比较快 不过你在想几百坡 你自己在忙忙忙去 忙四个半个个总统 你也没有我都贪得了钱嘛 不是白忙一场吗 现在这个解盘风格 不是只有讲个股 大盘 解了五十里吧 有些在做期货的同庙 光是看我的大盘 去操作他的期货 他就贪得下下跌了 你知道吗 是不是 这一档立期 2月6号公布1月营收嘛 基优股率先公布 不用等到2月10号 连账力超过六成 三天转折向上买点 在2月6号告诉你 152.5可以买 隔天2月7号 黑鸡棒 151.5把握上车机会 2月10号大盘拉回 跌不下去 151.5还是可以买 还是可以买 接下来2月11号来到158.5 开始涨了 2月12号168.5 2月13号171.5 追吗 2月13号就上礼拜四 我不是告诉你 做什么动作 2月13号的台股的分析 亚会停力亚会减码 171.5买还是卖 买还是卖 我还告诉你 回档再找买点 我的提示够明确吧 如果有回档才可以找买点 不要短线171.5去追高 追高我怎么告诉你可以低机啊 礼拜二161.5 亚会低接 亚会低接 2月18号 第三次超越利润买点 没有错吧 这礼拜二 这礼拜二的利基 161.5跌 不是涨 你跟我操作 幸不幸福 我有带你去追高 任何一档股票吗 所以礼拜的利基来到161.5 亚会低接 礼拜四来到166 昨天嘛 支撑越电越高的利基 今天表现不错 台股压回38点 它不跌 而且已经来到170.5了 这样的一个分析 有没有一针见血 这样的分析 你来跟我合作 跟我操作 你刚没了解 你刚没了解 相信你的眼睛看得非常清楚 这一档5G功力放大器的红杰科 领先大盘直稳的极油股 1月31号 87.2当然可以买 87.2没有买的 2月3号88一样可以低接 对 这扣讯很明确 2月3号台股跌了357点 本波乱最低点 你买股票还是卖股票 如果你知道当天 秦老师给予惠林折讯 是寻找超额利润买点 相信当天的一个很多的基优股 你是跟我勇敢的站在买帮 所以红杰科跌大盘重挫 88照买不误 买完之后当天可以赚7.8% 隔天又转2.1% 两天赚1根 2月4号小朋友要卖 2月4号我说这个短跌不是1R 100万已经赚了10万 先卖了 要卖吗 短跌不是1R当然不用卖 隔天2月5号大涨5.3% 2月6号又大涨2.8% 2月11号又涨4.7%还没涨完 讲完之后隔天22号 有没有冲销波段新高 103.5 所以整个红杰科的一个架构 大涨之后的一个小回 礼拜一告诉你拉回找买点 是不是 那到今天为止呢 整个红杰科啊 目前撑得还不错 撑得还不错啊 支撑性的位置要守住 未来红杰科所带给你基本面 就有机会将股价再往上推升 这是我给你分析跟结论 所以未来行情该怎么掌握 三次绝佳买点都在低档区 如果你错失了 接下来任何一次超额利润买点 务必跟上 因为这个轻松配 588的一个特位专案 今天最后一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啊 就只要588 就只要588 相信同没有 你应该负担得起 最后一天你抓了 请你务必把握 有需要的记打电话进来 谢谢再回到节目现场 陈多多顾蔡老师 武汉肺炎力空 想掌握超级利润买点 只要五万八千八 只要五万八千八 最后一天 让您轻松付款 超票数不完 下团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翻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多多顾蔡老师 武汉肺炎力空 想掌握超级利润买点 只要五万八千八 只要五万八千八 最后一天 让您轻松付款 超票数不完 下团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啊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 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 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了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 不能只看表面 欢迎我们到节目的现场 环球金昨天电视上告诉你不用卖 今天一样在平盘附近震荡 整理要卖吗 大盘压回咧 环球金赚钱咧 要不要卖 整个环球金的一个操作 再来看一遍 要懂得学以自用啊 好不好 什么是反市场操作 1月3日环球金重挫啊 台股当年跌了快700点啊 我们告诉你多方结构环球金 386可以买 386没有买的没关系 2月3号 本破难的最低点啊 当年台股跌了357点 393一样可以低接 两次的机会 我没有措施 提供给你赚钱的机会啊 所以你看我节目 应该很过瘾啊 先好是负责冲造机会 你把握住机会 两趟的环球金加起来利润 相当可观啊 对 第一趟的操作 386跟393买的 什么时候卖 437卖啊 51块钱落袋 5天而已啊 跌的时候我买 创新高的时候我卖 5天51块钱啊 买个10张51万落袋 2月5号 涨的时候我喜欢卖嘛 那卖掉的环球金什么时候 要接回 什么时候接回 卖掉之后跟你预告会接回 接回的位置就在 2月10号上礼拜 对 上礼拜一嘛 把握 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啊 大盘的策略 把握低接 个股一个操作 环球金 2月10号 416做接回动作 高点有卖 差了21块钱 要不要把握嘛 成功的经验不断的呈现在你面前 你的动作就只要跟上来 每一趟的操作 你都可以如鱼得髓的 让你资产不断的不断累积上去 416结尾 2月10号上礼拜五 来到447点 这礼拜一创新高 来到460 礼拜二压回修正 跌啊 我说我还没卖 这一趟416接回的环球金 我还没有卖 就是没有卖嘛 然后呢 我还想低接啊 我还想低接啊 对不对 礼拜二的动作 看一下大盘的策略 把握第三次超额利润买点 这礼拜二啊 大盘的策略那么明确 个股的一个操作呢 没有卖掉的环球金 低接的位置就在438 很清楚啊 所以你看我解盘过不过瘾 你看我个股的操作 够不够犀利 那种超盘的节奏性 低进高出 高出完在低接的一个架构 所带给你的 真是无往不利的一个 资产获利陈述的效果 因为我懂得 把握低档买嘛 成本低啊 上去赚了之后 高档回档下来 成本变低了 哎 做接回耶 你不是一步一步的 往金字塔顶端的赢家 那个角色去做靠拢动作吗 你的资产会一步一步的 累积上去耶 这是我们快乐的感觉 你会不会这样做啦 你跟老师会不会这样做啦 所以整个环球厅 礼拜二四三八在低接啊 隔天马上大涨十七块钱 拉出钟长虹啦 跌了之后你敢不敢买嘛 礼拜二啊 你敢不敢低接 我问你 礼拜二啊 我说第三次超的利润买点啊 你敢不敢低接 有请老师陪你看盘 告诉你当天要做的动作 尤其早盘一开盘 我就会明白告诉我会员 我们今天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姿态 跟操作车略员 该低接的低通抗讯 就告诉你今天踩低接的模式 该停力的低通抗讯 告诉你今天站在卖方 很清楚啊 那接下来个股的操作呢 就按照我再找盘低通抗讯 给你个策略 做执行买还是卖 所以呢 礼拜二环球金黑鸡棒啊 跌嘛 大盘跌啊 你怕吗 现在是就大给你 对吧 你就做股票比较窄啊 你就不怕啊 你就敢跟我买啊 四三八低接啊 对不对 隔天大涨十七块钱呢 拉出钟长虹 昨天环球金来到四五九啊 差一块钱过高 高档震荡要卖吗 要卖吗 我昨天当天给你的结论嘛 我当下写给你的不用卖啊 买了四一六的嘛 对 那上去稍微震荡起盘 再买嘛 那准备过高的环球金 我昨天告诉你不用卖 今天环球金收到大盘 跌了三八点嘛 震荡整理啊 民间 民间 还是不用卖啊 简单来讲是如此啊 所以要赚波段 需要给亲老师时间 波段行情 不可能一触可击嘛 亲老师不是在跟你 变魔术耍花招啊 我每天都有办法 变掌停板给你吗 我的股票 不容易变来变去 你应该很清楚嘛 所以我不可能说 每天都变一根掌停板 不一样的股票给你啊 那有什么用 一千多多档股票 你要包山包海吗 你要每天去乱枪打鸟吗 你有那么多资金吗 不可能嘛 所以选对基欧股 踩低级的模式 你要享受波段利润 你就要给亲老师一定的时间啊 懂吗 所以亲老师不喜欢推什么短天期 短天期看得出来 亲老师的实力吗 短天期 你有办法大不大贵吗 所以整个环球金的架构 昨天不用卖 今天震荡一下 免惊 还是不用卖啊 怕什么 下礼拜准备过高 中美金 二月十四号 形态突破现买现赚 买在这个发动点啊 漂亮 不用等 不用等啊 现买现赚啊 因为我看到筹码面很漂亮 散户 因为这次的疫情的冲击 很多的股票都杀在低档了 那你们都杀低了嘛 那我只好进去做卡位啊 是不是 所以二月十四号环球 跟证一下 中美金啊 形态突破 现买现赚啊 买在106 当天收最高 涨6% 2月17号 111再加码 当天台股盘中压回啊 加码 加码完之后大涨7.4% 两天就一根涨停板 没有错吧 礼拜二 来了 跌啊 礼拜二 把握第三次超额利润买点 没有错吧 低接啊 低接啊 我111都可以加码的 礼拜呢 110.5 一样低接啊 价位差不多嘛 加码完之后冲高嘛 冲高之后回档 110.5 再低接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操盘节奏 是不是 我不会因为短线的震荡 就被洗出场 或是 盘中已经被洗出场了 电子当中还告诉你 大吹大雷 说他们会人赚多多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把会人扣讯 拿出来给你对时对价 是不是 有低接就是有低接嘛 那低接完之后呢 礼拜三马上拉出钟长宏 创新高啊 所以关键性的转折 要有高手陪你看盘嘛 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位置 该买还是该卖 礼拜二啊 当礼拜二盘已经回了200多点啊 你有被下出场 盘中我告诉你可以低接 对 低接完之后 马上拉出钟长宏再创新高啊 那个就是要中继的一个转折买点啊 礼拜二啊 没有错吧 所以整个钟婉欣 昨天继续的走高来到118 要卖吗 要卖吗 还是不用卖 要赚波段 要给亲老师一定的时间 好不好 这是我可以承诺给你一件事情吗 亲老师只要看对一档股票 那种买进加码 爆波段的实力 其他人跟得上吗 你跟得上吗 整个中美金今天一个架构 还是不用卖啊 还是不用卖啊 高姿态整理而已啊 没什么好担心的啊 所以股票的一个操作 放心 切老师的一个进出很干净利落 很干净利落 该进则买该出则卖 所以呢今天的中美金 环球金我是没有卖的 那今天的一个加金呢 果然如同我的预告 创新高吗 对我今天跟你预告 他会创新高吗 那今天创新高呢 这档加金 我就选择站在卖方 因为今天有加金的利多消息 你自己去看报纸上 的一个利多消息 所以整个加金的一个操作 怎么低接的 今天又怎么高出的 来对时对价一下 全国的普通委员 帮亲老师做见证 我上礼拜再买加金 再加码加金 我是还没有公开 但是普通委员 是我所有等级会员人数最多的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我们是不是上礼拜买加金46 上礼拜五48.6 再加码加金 买进加码之后 这礼拜他大涨8.6% 创下波段新高 来到52.9 没有错吧 买进加码上去这样20% 特别保留给普通委员的 筹码面还是很漂亮的一个家金 我说还会再涨 礼拜有回档啊 不告诉你还会再涨啊 因为筹码面的分析告诉我 他还有推升的一个力道嘛 讲完之后 礼拜三不是大涨3.3%吗 拉出一根红黑棒 我说即将再创高 今天一个家金 有没有创高来到五四块半 果然创高的一个家金 我喜欢在一档股票 创高的过程当中 告诉委员做停力卖出的动作 11.16%的家金 五三卖 当时候股价在五三点二 你自己对时对价 五三一定卖得掉 卖完之后呢 其实没什么跌啊 52.9嘛 所以整个一个家金的一个动作 23%是什么买进的 是什么加码 今天又是如何停力卖出的 相应的同票应该看得很清楚吗 卖掉的基金 我下礼拜当然要布局一档新的标的 邀请你跟秦老师一起再度的进场 今天所提供给你的轻松倍 就只要588 就只要588 你一定负担得起 这个专案今天是最后一天 你有意愿的 自己赶快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铺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陈头同步蔡老师 武汉肺炎利空 想掌握超级利润买点 只要58800 只要58800 最后一天 让您轻松付款 抽票数不完 下单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陈鲁股 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公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植前击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计击效 灵活攻守 盛与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开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最大组吧 来 好